Odia Jungle 明君,死后竟被做成了一道菜,还送交到了他母亲手里,忍不住扑斥一声笑出来,为此,还有一个独有名字第八,意思是穆乃伊皇帝,也特指这位皇帝,所谓八就是由穆民族吃不完牛羊肉时,把肉用盐盐制作储存,成品就称为八,相当于腊肉,这位腊肉干皇帝,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,耶律德光是大辽王朝,首任皇帝耶律阿宝, 基的小儿子,按照常规,接班人应该是大儿子,耶律德光作为小儿子能当接班人,肯定年轻有为,耶律德光,二十多岁接了班,雄心勃勃,一心平定中原,耶律德光想睡觉,有人给他个枕头,大汉奸石敬堂杀了抗辽英雄,任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当干爹,要耶律德光发兵过来,石敬堂在耶律德光支持下 当上了儿皇帝,为感谢干爹,忍痛割爱,把自己两名手艺高超的御厨送给了他,这两名御厨是师徒关系,师父叫林胡子,徒弟脚背三刀,三年后,石敬堂死了,他的侄子石敬堂继位,每年都要向耶律德光缴纳大量金银珠宝,石敬堂心里不平衡,便提出称孙不称臣, 耶律德光一听脑了,TNND光想装孙子不想给好处,不行,变发兵灭了后劲,耶律德光设宴将赏力工匠士,命令林胡子范玉燕,耶律德光尝了一口,口味不合,一怒之下杀了林胡子,将为三刀屁股打得肿老高 耶律德光在后进的皇宫里,尽情享受着石众贵的妃嫔,快活似神仙,可是中原百姓却不屈服,游击战,麻雀战,到处冒火,这阵势就跟现在的利比亚差不多,卡扎飞死了,可并不太平,耶律德光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焦头烂额,无法招架,最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,当然,临走时没忘记把皇宫里那群美眉带上, 走到半途,耶律德光感到身体不适,太一一耗脉,历时变了脸色,皇上,您染上热极了,一定要远离女色,否则,耶律德光一脚把太一踹倒在地,TND用衣,狗屁不通,有文凭没有,实习过没有,考医师证过关了没有,懂得一礼不懂,既然是热极,就得靠MM谢火,你不叫我金女色,是想让我早死吧, 耶律德光为了泄火,把羊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作风,心情耕耘不分上下班,最后火没泄出来,却从嘴里泄出半盆鲜血,交了够两本,文武大臣盲派快马到辽国的首都上京送信,耶律德光的老娘树绿太后闻此噩耗,不禁大痛,而是娘的怜心肉啊,树绿太后有些不理智了, 竟传下一指,生要见人,死要见尸,文武大臣文指必是犯了愁,没冰箱没飞机啊,眼下正值三福,尸体已经有了气味,要是运到家,还不顶风臭三,十里,可是,不尊太后的一指,是要掉脑袋的啊,正在众人一筹莫斩之际,为三刀毛遂自荐,说自有妙招 解此难题,文武大臣令他快讲,他说,把皇帝尸体做成疤,尸体就不会腐烂发臭了,疤是北方有牧民族的特色食品,他们喜欢吃牛羊肉,杀了一只牛或羊,一下子吃不掉,就把牛羊的内脏掏空,用盐烟上,就成了疤,其实就是中原地区的腊肉,因用盐烟,故能长期保存,大臣们听了为三刀的办法,起初不以为然, 这不是把皇帝当成畜生了吗?但想了想,舍死又无他法,只得答应按卫三刀的主义吧,卫三刀将耶律德光,扒得一丝不挂,举起牛耳尖刀,带着抱负快感,扑施一声,将耶律德光肚子偷开,晃了几晃,吃了拉开一道口子,然后掏出杂碎,卫三刀把耶律德光,装进一个抄袭大盐坛子里,密封起来, 帝豪排腊肉运到上京,树律太后举行了隆重的招魂仪式,老太太打开弹盖一看,吓得娘啊,一声尖叫,一屁股蹲在地上,谁出的这个馊主义,我要寡了她,说爸将为三刀神捆锁绑,砍了脑袋,皇帝被做成腊肉, 这时猛一听不能令人置信,其实,很多偶然的事情中都包含着必然,如果耶律德光不侵犯中原,如果侵犯中原后,不去吃食重贵的剩饭,如果吃剩饭不是那样抱饮抱食,如果他老娘不下那样的意志,如果他身边没有为三刀那样,的厨师,耶律德光就不会当历史上,绝无仅有的腊肉皇帝,但这些如果发生的可能性不大, 所以地豪排腊肉的诞生,就是顺理成章的了